LAYO 聊世紀 天天中星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土耳其人對上馬來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經濟場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 紅方選擇的文明是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最大的特色是挖金屬特別快速 但是他的垃圾兵 槍兵跟毛兵都是不能升級的 但取而代之的是 大洛馬的升級是免費的 而且大洛馬還會贈送一點遠房 所以他的大洛馬是非常坦的 那土耳其人他的火槍兵也是血量最多的文明 而且他的火炮也是射程最遠的火炮文明 那土耳其人的後期主要打法還是要打這個駱駝 或者是馬弓 或者是火槍 都是比較適人的 還有這個大洛馬 好那接下來介紹一下馬來人 馬來人最大的特色是升級10代史 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他的升級速度之快 可以省下來的升級時間 多安一些村民 就是他的經濟加成 那如果在有海地圖中 他可以用這個三倍漁網 增加自己的肉量 所以馬來人在海戰的肉量經濟算是不錯的 算是海上版的西西里的感覺 那馬來人呢 他的大象是比較便宜的 有這個四折優惠 但是他的缺點 大象是沒有三級馬鎧 二級馬鎧也沒有 甚至連平衡也沒有的 所以一般來說到帝龍時代 會比較常看到點完精銳升級之後 才會去出這個大象 那前期的馬來人 主要是打這個強奴 有拇指環 步兵鎧甲免費贈送 後期的強制增兵 可以讓他出非常多的雙手劍兵 所以馬來人後期主要是圍繞在這個步兵 弓兵還有大象上 他的騎兵路線稍微不行 如果需要用到機動單位的話 可以選擇使用寶兵這個爪刀勇士 所以馬來整體用起來 比較算是全能型的文明 但缺點是沒有太多的經濟加成 那以時代升級很快這一個 算是一個很好的補勝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競技場打法吧 那土耳其對馬來這個對決來說 土耳其人擁有絕大的優勢 因為他在中間搶生物的時候 是會有更多的肉碼升級免費的關係 節奏會再更好 省下150肉 可以去1000.2級伐木 剩下3TC開農 都是可以的 所以土耳其人 Hera這邊是選土耳其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選的 可能是隨機 選到土耳其的話是非常好的 這邊Hera是四個人伐木 看他對手 這邊是四個人伐木 OK 兩邊都是正常開局 沒有太大的特殊變化 這邊趕快拉這隻豬過來 吃一吃 不能吃 上面四個人吃過 補到第五個人 這裡房子也補好了 兩邊都在探地圖 下方這裡補了一個伐木場 補了一個房子 補了一個房子 Hera這邊是繼續按了很多村民 這邊是要按到27P 可能是要來打火槍兵嗎 怎麼村民按這麼多呢 沒有要速搶的聖物嗎 Hera這邊可能是要打一個25P嗎 24P 取消那些村民 想說他怎麼按這麼多隻 24村升上去 算是一個蠻正常的P數 那馬來這邊呢 馬來這邊是打了更多的村民耶 哇還挖了四個人 三個人挖金 三個人挖金是正常 看起來馬來人 升級是稍微偏慢了一點 27P 這說不定是一個心理戰喔 因為馬來人 27P通常是挖寶 27P是一個挖寶的數字喔 大家可能知道 Hera知道 27P上去城堡時代 是會打這個寶兵單位 這裡補下四級跟兵工廠 但沒有挖石頭 沒有挖石頭是重點 哇 甚至補到了28 29 欸 但這個四級怎麼沒人敲 他一定覺得奇怪 欸 怎麼不能升級 剛才補一個瞭望技術 這一個失誤 讓馬來人 不知道會不會爆炸 覺得有點小小失誤了 馬來人有點尷尬 遇到這個情況 不知道該不該繼續打快攻了 這位七人這邊是 開始灑下了一些農田 那繼續補下田 待會要按些肉嘛 所以會有點缺肉 好 待會一升到城堡時代 直接升級輕騎兵 OK 防禦非常的高 2加1點 強60低 好 馬來人這邊升級慢了很多 直接補下了3TC 欸 這邊是要放棄爭奪生物了嗎 看起來是要放棄了 有啦 這邊兩隻赤猴在旁邊一直繞 一直很想獲取一些資訊 不知道馬來人這邊是賣什麼 藥的感覺 完全看不出來 是我的話我也看不出來 他到底在幹嘛 目前能猜測到的東西是喔 他可能是要放棄聖物喔 然後直接打帝王時代 他這個六折大象 然後配上這個強弩火炮 推進的打法 那由於馬來人雖然有免費的步兵鎧甲 但是遇到突爾奇人打步兵 並不是非常明智的選擇 所以馬來後期打大象 可能打火槍來說 會稍微能扛一些 但突爾奇火槍變得傷害也很高 但缺點就是射速不多快 那如果四折大象需要夠多的話 可能還是能夠壓制回去的 好 那Hera這邊開心撿生物 哎呀 你不跟我搶生物啊 那我就輕鬆撿 兩個輕騎兵 在這邊防守 看你有沒有蓋建築物 或是蓋修道院 什麼都沒有蓋 後面補下更多農田 這邊房子繼續補 好 首先 這裡聖物撿得很開心 第二個也當回家了 Hera這邊 輪走技術也補上了 這邊第三個TC 要趕快補一下喔 還是這邊是要雙TC速帝王呢 我是覺得三TC速帝王 可能會比雙TC速帝王還要更好 照理來說 這裡應該是要補TC的 但他沒有補 Hera應該是想要趕快升帝王去前線插寶 給馬來這邊壓力喔 好 看馬來人也沒有補TC喔 都是3TC正常的喔 欸 這個城堡直接補在自家門口 沒有補在馬來這邊 Hera這邊是雙TC速帝王 被我猜測對了嗎 在馬來是3TC帝王喔 75村一樣帝王時代 那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是因為Hera這邊是投資了一個修道院 整個遊戲的村民宿的節奏就會不一樣 這就是我們頻道常說的節奏的問題 如果你下了修道院就會拖到你產村民的節奏 那如果你是先下3TC的話 那你就會影響到你修道院產出生女的節奏 大致上是這樣分辨的 好馬來人這次點下了重裝長槍兵 還有 護衛技術化學 欸結果不是要打大象 打的是槍兵嗎 打槍兵 可是說好 打槍兵會被火槍壓制嗎 好這邊肉馬有空桃 這邊這裡撞上去 這邊趕快偵查一下 欸這邊全滴10強 Hera是怎麼一回事 直接一個open open10強 這個Hera很有自信喔 看到你出槍 看到你出步兵我就安心了 我的火槍可以輕鬆 血量還有44滴血 而且我精銳火槍兵 還可以五岩池射擊 不用舉手 槍不用舉起來 就可以把你射倒 好但是這是要精銳喔 但沒有精銳的火槍兵 還是要舉起槍的 馬來人這邊點下了三級攻 這邊工程器製造所點不下去 這裡想要點火炮 反制火槍兵 但在土耳其人面前打火炮 這件事情是相當大膽的 好那土耳其人這裡點下了火炮術 其實馬來這邊轉火炮也不用太大的擔心 好馬來這邊轉出了大量槍兵 開始往外走出去 土耳其人Hera是稍微撤退了 好Hera這邊是繼續補下了更多村民還有火槍兵 馬來這邊是點下了工程工程師 好這裡開始甩槍 好後面這火炮被Hera的火炮砸到了一發 這就是射程壓制阿 好土耳其的現代化好像已經成型了火槍加火炮 好三級的工兵鎧甲升級上去 防禦已經全滿 只差精銳升級了 這時候Hera拉了萬里長城 不知道是害怕什麼 感覺是有點害怕大象嗎 他是不是知道馬來這邊在爭取時間呢 喔 補下了精銳 毛相夫 最終馬來還是要走回大象路線 這個火炮 直擊 好Hera這邊相當害怕 補下了躲牆 他正是害怕極了 太可怕了 四澤大象海淹過來 突然氣了沒有擊兵 甚至連重裝長槍兵也沒有 走 好買來這裡是補下了更多的卡丘 但是以要打大象來說的話 農田至少補到七八十片田會比較適合 好 Hera這邊中間補下精銳火槍兵 還有一級射跟彈道學 這裡閃掉對方的火炮 Hera這邊細節控制得很好 但是大量的大象已經淹到了Hera的門口 這邊應該怎麼反擊呢 這邊出駱駝的話也會被壓制住 火炮兵打個一發 砸到了非常多的火槍兵 這裡趕快攻破城門 這個是櫻木城門 非常的持久 火槍兵射精銳毛相夫 現在射擊的話直接是子彈先飛出去 然後手再舉起來的 攻擊延遲相當低 但是現在火槍兵的數量好像沒有辦法一發一子 毛相夫 所以現在打起來有點被壓制住了 好大象開始攻擊後方火槍兵 好火槍開始把對方火槍給大家推了回去 火槍大象有點麻煩 好火槍趕快走 想要預判但是沒打到 火槍兵原地開火 繼續追擊後方火炮 打下槍兵 好但是大象已經全部海淹了進來 上發的大象也在一路往前 火槍兵繼續原地防守 已經擊殺掉了48個單位 奶奶大象還在一戰 這邊也要挺的意思 好HERA這邊的應對方式是轉出更多的火槍兵跟森綠 好可以搜一下村民 好好像暫時要守住的感覺 好上發還有一隻槍兵還在戳 正面開始守住的感覺 火槍兵開始 三段射擊了 好馬來人開始把更多的馬就往前步 火槍兵跟大象到底誰比較厲害呢 好這裡看一下這邊 聖旅招翔 好後面火炮打了一發 所以有些人這邊被反推了回去 火槍繼續往後拉扯 好這裡火槍擊殺掉了非常多的大象 但是大象開始冰封山路 到處騷擾了 好火槍又再次擋下了大象 馬來這邊進攻並不是非常順利 但是至少是把世界冠軍壓在家裡打的一個狀況 好殺被滴血的毛相夫還是相當難纏 Hera這邊的精銳塗的火槍兵好像數量開始變少了 只剩下25隻左右 Hera這邊一直在控火炮 把馬來的火炮給壓制住 讓自己的火槍兵可以安全輸出 好下方開了更多的城堡 往下開礦 好這邊持續著想 好 好生旅的數量開始堆疊起來了 五隻生旅 填下了宗教狂樂跟神聖思想 增加了生旅的生存能力 現在馬來人大象 Bew繼續補了過來 但農田樹一樣不變 好這邊大象又被招響掉了有點麻煩 還是要點個異端斜縮呢 哇中了 這一發馬來中用火炮反擊了 火槍兵回去 哇 Hera這邊的火槍兵數量大幅下降 只剩下27隻 好這裡火槍兵 火槍也想要反擊回去 但是後面大象一直緊追在後 馬來順利的躲掉火槍 這面的大象已經突圍成功 Hera的火槍兵沒有甩槍 有點潰不成軍了 哇為了控火炮 Hera控到自己家裡全部爆炸了 後面補下了新的一個城堡 好後方的火炮 終於拆除掉了城堡 好這裡毛相夫 回推 好這裡 村民有點危險 被大象一直追著跑 Hera現在村民數只剩下109村 好那火槍兵數量又再次蓄了起來 好這邊開始守住的感覺 火炮這邊也在慢慢推進 但大象這裡不敢繼續往前 現在屯一撥大象 好 Hera下面的兵也在重新集結當中 好 左腳也發火炮 好 Hera在下方補下了更多的農田 開片新田地 好 好這裡吐了起火槍兵 繼續輸出 好 右邊這根城堡喔 直接插在了Hera臉上 世界冠軍 這樣能忍嗎 但是好像喔 不能忍也不行了 他就是真的 大象太猛了 哇 城堡打起來特別的誇張啊 啊 看起來Hera是 福利回天啊 看起來Hera是福利回天啊 看來馬來的四者大象 還是有他的領導位置 喔 這邊用大象手撕城堡有機會嗎 打到最後一刻 突然撤退了 火炮終於有一個安全的立足之地 Hera最後的聖物 苦聖物會被打出來嗎 下方的大象還是很麻煩 還沒有解關機 Hera還在努力的著想當中 馬來的四者大象 有點難纏 一直遠遠不絕的 往自家補了過來 好 這裡五聖物終於打分了出來 這裡要趕快補個收到月嗎 去拿下聖物 去拿下聖物 現在Hera完全斷金 只能靠著自己的火槍兵 跟僅存的 300黃金 去做買賣 換取黃金了 現在下方這裡 也被馬來幹了一堆房子 這麼均勻 待會又要被一堆槍兵給戳爛了 上方已經完全沒有村民 Hera村民宿只剩下60隻村 但是馬來人這邊黃金還有500多 肉還有2000多 好 工程器製造所 火炮也沒辦法產出來 又掉了一個 好這裡趕快用勝率招翔 好趕快走 只招到 招到了三隻 火槍兵數量很少 應該是擋不太住 八隻火槍 好上方的毛香夫 開始點壓了過去 趕快補下勝率 哇Hera分數 輸了對手大約5000分啊 很難得可以看到世界冠軍的 資源量跟分數會輸給對手這麼多啊 哇現在沒有一個資源是100的 Hera這邊還想出去夾嗎 這感覺非常絕望啊 為什麼馬來不繼續進攻了呢 是害怕這邊僧侶大軍嗎 看來有點像喔 雙方打的還是相當謹慎認真的感覺 並沒有在亂玩 好馬來人這邊親起雲 開始量產出來 現在看起來村民術差距很大 有一倍了 但馬來一直是200人口的狀況 暫時沒有問題 Hera這邊農田能撒的地方也越來越少 安全的土地變得太少 現在五生物慢慢搬 火炮反擊回去 哎呦Hera的火炮好強 又換掉一台火炮 這就是射程壓制嗎 好前方的火槍兵 感覺火槍還要再補一些會比較好 蓋了一個市集 稍微買賣一下 好這裡一個分隊 守一下右邊的黃金區 還有這個農田區 但是這邊肉馬有點麻煩 扛不太住 好右邊大象數量還是很多 但是馬來人卻沒要直接往前A嗎 好火炮終於換掉Hera的火炮 好拿死 看起來Hera是還想要繼續撐下去 馬來這邊打得非常非常小心 好這裡大象數量41隻 馬來人黃金也完全斷了 但現在只能靠五生物 一個人挖金 哎呦火槍跟火炮直接點光 哇馬來這邊損失了所有火炮 Hera這邊看起來有點慢慢反推回去的跡象 但是對方有五生物 哎還有一個沒有撿回來 但是Hera手中有火炮 就比較難產一點了 好馬來人這邊按出了非常多的肉馬 好只能只要用肉馬能抓掉這些生女 Hera應該就會直接打出GG囉 好看火槍一發一支 肉馬跟過來 來 一刀兩刀三 三刀一隻生女 火炮要被頂掉 哇 Hera慢慢用少量單位反擊回 回去了 真的假的 好拿來人這邊受不了 轉出了戰毛兵 轉出了戰毛兵 好這個火炮哇還是被射倒了 好下方大洛馬趕快來騷擾一下 好抓到了幾隻村民 現在大象有點 無所思思的感覺 40隻大象有點卡仁可 當然馬來也不太敢輕易放掉這一波最後的阻力 好 好 Hera想要嘗試繼續進攻 用這一個火炮 但對方馬來人是用巨型頭司機反擊 火炮 好 打的還是非常小心的 好這里馬來直接開上了 但是後面勝率很多 好拖馬過來 來 好這台是招翔掉的幾隻大象 現在馬來要在手上方嗎 上面有非常多的空地可以 可以用而且還有五個生物在裡面 這個時候馬來才點下增兵技術 尷尬了 原來忘記點 那目前Hera應該是覺得自己可以 操作反擊回去 而且左邊的地也越來越大囉 法木越挖越深 空地好像越來越多了 看Hera現在已經卡人口 趕快抖動一下 兔爾氣火槍兵 除掉了一些再毛病的傷害 我有看 導致 大氣速 不是騷擾 看能不能招降到呢 但是這裡還有戰毛兵 現在馬來的人口全部都被這些大象給... 碰住了 所以大象... 不送掉的話 就不能爆出大量肉馬 直接抓掉這些親戚 這些僧侶了 好,Hera也轉了一些肉馬 好,少量的親戚兵 好,這裡用戰毛兵抓掉是一隻僧侶 哇,沒抓到一隻僧侶 Hera的勝率就越來越低囉 好,這裡阻止一下親戚兵衝鋒 直接一招,大象要直接上了 這一次不演了 一定要抓掉僧侶 大象直接把眼前的肉馬全部淹了過去 Hera被逼到角落 火槍兵在這邊瑟瑟發抖 火槍兵這邊想要拆除城堡 但是大象直接頂掉兩台剩下的火槍 Hera開始虧不成軍 黃金完全歸零 火槍兵在這邊 這裡賣了1600木頭 換了224塊黃金 好,這裡聖旅方出來照相 這一次右手進去 Hera最後能夠守住嗎 生女出來照相 弱馬爭取一點時間 好像沒來不及 照相就要被砍死 趕快跑 再繼續招 好,這一次中午照相到了 但只招到了一隻 Hera最後打出了GG 哇,最後Hera出了115隻的火槍 馬來人出了325隻的毛相夫啊 哇,最後四則大象 還是拿下了比賽的勝利 好,我們來看一下 馬來這邊競技拿到了14萬 Hera這邊只有10萬而已 黃金的話是馬來拿到了19500 軍事方面的Kera是拿到了1.4億的KD值 相當的優秀 但是只招還是馬來拿下比賽的勝利 好啦,那麼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Columbia